歡迎各位來到家國生活,每逢晚上11點至12點在05.9廣播 直播室我們有一位朋友,Jeff Leung 梁偉能,對不起 Jeff是一個architect 而且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大的architect 普通architect是建屋、建港道 但Jeff牽涉了很多不同類型的 甚至是church,舞蹈藝術舞蹈 甚至是游艇,不是游艇,是Cruise Cruise的碼頭 甚至是有些城市規劃,整個城市 50公里這麼大的城市 Jeff,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加拿大 首先講加拿大,再講其他 加拿大你在Toronto做了哪一類型的project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好,Thank you Alec, thank you for 給我一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我做architecture的職業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我已經研究了這個職業 不過其實很多東西要學的 都未必是我們這個社會 很多不同的經驗的architecture 都跟他們學習 我們現在都是做一些設計的部分 你說叫我做architecture 我都不敢認 其實architecture簡單說 就是一座建築或者一個建築的設計 對,他設計裡面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要做 或者分享一下 有很多事情 我對這個職業不是只有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有時候有些是做概念 有些是真的很擅長做施工徒 很擅長管理工程 所以我們就基本上是做一個設計 做一些方案 其實architecture 我們有興趣的時候 從小到大的時候 都打算做architecture 都是打算去設計 我們都是想追蹤這個 passion 這個想法 其實就 很多東西都好像說 都我們覺得都未是真的 我這麼幸福 那譬如說 是你做過一個church的設計 還是怎樣 是的,我們在多倫多 都很幸福 有很多人給我們機會 我們剛剛做完這個 Marcum Peoples Community Church 一個theater design 這是Performate Arts的theater 是的,Performate Arts Theatre 在Essner Park 那裡有700多人劇院 然後就有一個church 它是convert了一個舊的warehouse 三萬多呎 convert了一個六萬多呎的教會 這個就是people's church的設計 是不是這個 是的 這個設計是你的設計嗎? 是的,這是我們做設計 我們就跟陳先生做CXT的architect 所以說的,他們是做那個executivearchitect 我們是做設計的architect 我們是做設計的architect 那就跟他們在一起 建合物在一起 那麼我們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project 都是找一些好的朋友一起合作 每個人做自己的部分 好像這個project 你是做外面還是做裡面 我們就做一個概念設計 就是裡面的空間 就是兩層 那個樓梯 如何曲線下來 所以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設計了 相當之好 這個也很好 真的對於 那位客人 就是梁博士 他真的有很多vision 他在做這個商店的時候 他真的在很低的預算 他都可以有這個vision 就挑戰我們去做好一點的設計出來 都做得很好 現在看到這個community 都很好 都投產了 哈哈哈哈 除了這個 你是把一個church的warehouse 變成一個community center 其實現在都變成一個差不多 現在有兩個portion 一個叫wellhouse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都是一個community center 現在差不多兩千多個senior 都可以有membership去用這個community center 當時我們是 剛巧就是 好像ontarancy 有一個church grant出來 我們就幫他畫了一個 萬三尺的corine 拿到一些church grant 很幸運 可以建立這個中心出來 這個中心現在都很開心 有超過兩千多個members 很多都是senior 所以我們可以在那裡 做了一個gym 有些multi-purpose room 打乒乒乓 打平方 他們一般 Buy 這個研究 還是中心相幫助 看到他們 這都很有興趣 跟教育員房間有的人 大概是讓他們能ILLO 看到時候我們有很多建築 to community 那類型一定是 accessible的, 應該是輪椅, 配套, 老人家就很方便, 就算坐電梯也是很方便的 是的, 有些是 wheelchair accessible, 當然, 如果你去 Mezzanine 那裏, 那裏就未必你自己可以上去 Mezzanine 就是那些角樓, 是的, 不過她的 ground floor 全部都 accessible 我聽說你好像有份幫忙參與 market village 的 redevelopment 那樣東西,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差不多10, 2009 年的時候, 10 年前, 很幸運, 有機會參與這個 project Reamington 就是我們的 client 就是我們的 project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原本是我們華人的 community center 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在那裏, 現在他們翻新了, Renovate 了, Renew 了這個 concept 是很 grand 的 idea, 做一個 100 萬平方呎的 mall 我們當時就 in charge of 裏面的 interior 我們的概念就是, 那時怎麼可以做這個 interior 變成一個 more than just a mall 是否可以做一個, 甚至每一個不同的 atrium 就可以做一些展覽, 即是 more cultural 的 idea 這個 project 挺好的 然後這個 project 就好像去年就 demolished 希望它可以快點起到, 大家可以享受這個 great cultural 但是為什麼要搞這麼久呢? 其實不是設計的問題, 主要是那些, 因為它好像是一個 transportation hub 是嗎? 是的, 其實這個 project 其實是很 exciting 很多, 很 ambitious 它是想做一個 transportation hub 現在又加上 Go Train 進來了 還有, 在 the border between Toronto 和 Markham 所以要做兩個 city 要做兩個 city 一起溝通 是的, 所以要做一個 byline 是的, 它有很多 issue 要做 如果你在 Markham Toronto 又想拍停車場 在下面, 你也有很多會要開 所以這個 project 其實是很 challenging 就是他們現在, 加上 Go Train Station 也好 對住人 、 Shopper 也好 TTC 當然, Viva 全部都是 centralized 將來起到出來, 真是非常好的 成為我們華人的 community center 甚至 live work play 將來的 condo 啊 你住在香港, 一來就可以坐車上班 這個就是那個 hotel concept 這個是第一個 concept 這個是第一個 concept 這個結果就 end up 就不是這個了 結果 end up 就是這個 是嗎? 現在它一個 tower 變成兩個 tower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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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tower 變成兩個 tower 是的 現在這個是最新的 它 underground 一個 revision 所以這個在你右手邊 就是那個新的 concept 明白明白 現在還未有 現在才開始做 demolish 然後其實很多東西排氣 我想要等幾年了 這是正常的 這是一個大 project來的 多倫多 很多project 你看過都是起碼十年才可以 搞定全部的 approval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加拿大進步慢 聽說你說你又回到亞洲發展 是嗎? 是的 其實我們也是 有時候做我們這行的設計 就是有時候我們都很享受做 competition 我們剛好就是做可以做 Remington 的 project 那時候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說 timing 剛好那時候有個很興趣的 competition 是一個船站 一個 cruise ship terminal 在高雄 在台灣那裡 我們就即時試試參與 任船碼頭 是的 是的 我可以分享一些視訊給大家看看 讓我們知道 Terminal 是怎樣的 因為Terminal 其實挺有趣的 基本上是八萬平方尺 我們那時候做的就是 我們看看這個船站 原本就是很… 其實船站給人感覺是很 secure 環境是很 close in 我們就怎樣可以開放 即是哪裏都不能去的 是的 我可以share screen 我可以share screen嗎? 我可以share screen嗎? 你可以share screen 我給了 OK share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已經看到了嗎? 是的 看到了 是的 這個就是高雄的船站 我們設計了 在高雄那裏 剛好被我們入了五強 入了五強 我們都開心 所以這個項目沒有贏了 不過有機會讓我們做一個 這麼大的項目 以及去探討一些不同的想法 例如這個 open air 的想法 就是我們在下方的左側 我們是用了幾個 computer 和 fluid dynamics 去調查 那些風在哪裏 可以慢慢放在那裏 我們可以放一個餐館 這個設計 其實是會把很多的空氣 進來 有些自然的冷凍 即是所謂 aerodynamic 要用Bernu Noi principle 那些概念 是的 是的 同時 他想做一個很像一個很像的建築 像是一個很像一個很像的建築 像是一個很像一個很像的建築 所以你在不同的角度看 都是不同的角度 很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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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的 就是普通的日常是很熱的 所以他們在夜間 就設計了這個 變成一個很大的廣場 還有這個計劃 我想裏有些少許欣賞 就是因為普通人家設計的寫字樓 就是兩棟東西放進來 我們其實就像是一把傘 這個其實是寫字樓 就像是一把傘 可以導致一些 passive shading 就是下面就是阻止一些雲 真的像是一把傘 你現在逛街 用一把傘去shade 我們說為什麼這個寫字樓 不可以打横圖 做一個shading 就可以環保一點 而別人如果你在下面 就變成一把傘 而它遮住了 這些構思我想也挺有趣的 而且它同時也會形成一個很大的 好像現在你可以做一些 Digital clock 做一個Lighthouse的形式也可以 還有後面就是寫字樓 又變成一個大T 台灣 很多 可能是農曆新年 就是公器發載 或者Digital Merry Digital Merry 現在很厲害 所以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 Display of Light 有一點就是這個 其實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有這個高雄的Animation 你們看不看嗎? 哦 Double click 是的 等一下 大家看不看得到嗎?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嗎? OK 現在看到嗎? 還未看到 你可能要除掉 現在可以嗎? 還可以嗎? 看不到 看不到 好的 我們不用玩 這個 基本上是我們第一個 去Asia 做這些比賽 都挺好的 所以好像說 都不是贏了 不過對我們來說 都挺開心 因為很多時候 做這些項目 就很少機會 在加拿大會有 除非你 有機會 就像現在的 Jack Layton Ferry Terminal 都可以做 不過 我想 這邊就是 那些比賽 很多時候 你有RFQ 看看有什麼 經驗 才可以讓你入圍 這些開放式 的投票 好處就是 讓我們可以 做 解釋 以及 是Anonymous 它不知道你是誰 如果是 根據設計 就可以讓你 進入五強 在五強 那時候 就 花了六個月 要去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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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投票 這個其實 是一個 很大的 很好的 嘗試 來的 好像 這個影片 搞定了 可不可以 開始 可以讓大家 看看 所以 這個 就是 當我們現在 在船上 拍攝 這個船站 我們可以 在船上 跟著 這個 跟著 船進入 裡面有很多 不同的空間 我們在製造 藝術館 在製造 餐廳 真的 製造一個 好像一大的 集團 不只是 讓船 去 船 那 哇 非常有趣 謝謝 謝謝 這些設計 你看 它有很多 這些 我們就會 掌握一些 新鮮空氣 有些 自然的 什麼都想過 例如 這些 水的 液體 會很漂亮 你最初說 這個 建築是 八萬尺 你意思是 一百萬尺 其實是八萬 八千 平方米 大概八萬 平方尺 哦 八千 平方米 明白 這裏很大 是啊 都很大 所以你說 你在加拿大 想做這個 都 未必有這個機會 還有 因為這些人流很厲害 在台灣 它要 提供 萬幾個人 一次過來 現在 不好意思 大家好像 已經停止了 是啊 已經停止了 現在可以了 其實都差不多了 可以停止了 我們可以繼續說其他 一些 好 好 好 謝謝 這個 基本上 我們那時候 都沒有想到 回到亞洲市場 都是 這個 讓我們回去 原來 紅心撥撥 真的 我們都嘗試 那時候 在中國 那時候 打算做一個 我們在廣州那邊 開辦公室 我們 那些 同學 一起在香港 又可以去那邊做事 有些 紅心撥 創刺 想闖天下 那 其實 另外 因為這件事之後 在深圳 就是 你好像 這個深圳 這個是民生銀行 我們就有 那時候 2010年的時候 高雄 2011年 我們又入了五強 這個項目 那麼 都 挺 興趣的 這個項目 就是有兩個 Bank Tower 在福田那邊 那個CBD 那裡 那裡 也是入了五強 都挺開心 入了五強 那麼 這個項目 又是兩個 一百米的高樓 那麼 我們的 其實都是 又想看 怎麼可以 就讓這個項目 又開放一點 一些 其他的 CBD 那些 的項目 都在地上 那裡 我們其實是 提升了 這些項目 變成 下面 有很大的廣場 整個格局 是很有氣勢的 那麼 另外 賣點就是這樣 進去 大家很舒適 那樣 賣點也是 其實是 因為那些 CBD 它很密 很多 沒有什麼空間 那麼 我們就是 製造了公共空間 在地上 所以 你看看 那些店鋪 這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現在 可以 你可以去樓上 好像 香港也很普遍 你去樓上 你去吃飯 樓上就是辦公室 這樣 我們就打開 這個地圖 就打開了 又開放式 所以 怎麼可以 環保 讓某些人 不要太 利用 整天的冷氣 暖氣 去冷氣 冷氣 冷氣 這些空氣 可以進去 所以 CBD 是什麼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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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深圳的 是深圳的 深圳的 CBD 差不多 好像 我們說的 Downtown 或者好像 我們Downtown Bay Street 每個城市都有 CBD CBD 這些就是 大的公司 民生銀行 China Development Bank 這個總部 現在還有大約4分半 有沒有時間 可以說一下 你的50km 好 是 這個 我們玩個影片 一玩個影片 我又說 這個其實挺值得看看 有時候 這個是深圳的城市設計 深圳的城市設計 深圳基本上沒有什麼地 現在去山尾那邊 就拿地 山尾就給地出來 深圳給錢 做一個 50平方公里 一個特別合作區 他們叫 所以很多時候 這個 走進來 這個是那個 City Hall 很多 藝術館 在這裡 深山 這個叫做 深山 這個將來 這個城市 大概60公里 就是在東邊 在深圳的東邊 深圳東邊 60里 60里 就是山尾那裏 大家知道 山頭山尾 山頭山尾 對 去到山頭 是嗎? 山頭更東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在山尾那裏 去州和山尾那裏 哦 即是不在深圳那裏 這些就不在深圳 因為深圳沒有地 明白 他們要去東邊 開放 現在發展那邊 是往東 因為現在 大灣區 就往西 是吧? 基本上 已經是很 建立的 所以現在他往東 直接建立一個 新的城市 這些肯定是 Smart City 是 高級科技 是 其實我們 就 最美的 有個朋友 在加拿大 畢業回去 本地 深圳人 他有自己的公司 加上我們 在這邊 就認識了一個 規劃公司 我們一起 組成一個 Canadian 團隊 回去 其實 你看到這裏 其實也有少少 Toronto 感覺 因為Toronto 有很多 津波 和 所以我們 保持 綠色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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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有很多環保的 這個 好像做 Sim City 的概念 完全對我來說 沒有想過 是的 其實興奮 就是15年 他打算這個城市 會建立出來 所以很厲害 深圳 都現在很多投資 希望他們 15年 你們參與的情況 在這個城市 做些什麼 我們以後 做了一個 主要計劃 基本上 做了一個 好的設計 給予地的用途 在哪裡 聽說你們這項目 你們贏了 是嗎 是的 我們中了一個投標 你們可以 直接在加拿大 去散尾 設計這個城市 這個現代化的城市 是不是智慧城市 是的 也是智慧城市 我們將來 深圳 深圳 其實全球 全國都是很先進的 將來 現在很多東西 都會說 我們設定了所有標準 這個基本上 是一個低密度的城市 我們不會比它很高 所以將來 將來有很多 環保材料 好像 Yusuf Wood 很多不同的環保想法 都會加入 所以其實 這種都是屬於 Echo City 中國現在很流行 Echo City Echo City 通常它是 設計這些城市 如果那個 效果好 就會全國都用這個模特兒 是嗎 是的 其實在他們的 Carpetige Brief 是想做一個 Demonstration City 就是 差不多每個 投票 他們都是想 做一個樣板 但他們的 Demonstration 最主要是 什麼 科技 Modern 是哪個 criteria 是的 基本上是 環保 Sustainable 還有 你看到他們的 市場 你現在回到中國 那些城市 基本上以前沒有什麼規劃 現在是先規劃走 所以 就確保 那個環保 我們設計到 例如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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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 就 超級高 遮住太陽 很多這些 這些 很多不同的 規劃 我們想到 如果是要重新 做一個 新城市 怎麼會做得 環保一點 怎麼會做得 不要這樣 科技一點 今天 謝謝Jeff 很高興 給我們 很多新想法 就是 相當之 一個 可以看得 很廣闊的 阿杰 謝謝 謝謝 我們有很多 事情要學 所以這些 都是 小項目 但希望大家 有機會回去 參觀 很多不同的 好 謝謝 謝謝